因为苏季怀了孕怀 所以你要凤子成婚 可是妈跟你交个底 你将来会后悔死的 您不会是想让她把孩子打了吧 趁早 阿姨好 贺民哥 你回来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这话问得就奇怪了 他怎么就不能在这儿呢 恐怕不应该在这儿的人 不是会那吧 来 坐着 坐 喝什么 明倒茶了吧 贺娜 喝啥 阿姨知道你不愿意喝茶 冰箱里有的是饮料 自己去拿 好 贺娜 你能不能 先回避一下 我有事跟我妈说 贺娜又不是外人 跟咱们又这么熟 有什么事不能当着贺娜的面说 对啊 可以 我爸呢 媒体你看着 你一眼从外地来北京的 妈 您能先把这人关上吗 说了什么意思呢 说吧 谢谢啊 那个 妈 现在我要正式地向您介绍一下 我的女朋友苏晋 当然了 你们之前已经见过了 她呢 二十六岁 高级白领 月薪一万以上 爸爸和妈妈是勤劳朴实的农民 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 当然了 他们都不是北京人 这也许是您要给她降分的地方 但是我要介绍一下她的优点 很简单 美丽善良 温柔坚韧 苏晋一直为我着想 而且为我牺牲很多 所以我要娶她 最重要的是 我们已经相爱很多年了 而且分不开了 就这些 你说的都是我知道的 有什么我不知道的 你应该告诉我的吗 比如说 她已经怀孕了 而且今天还意外地 去了趟医院 你不演于则成都可戏了 你知道吗 不 我说的都是实啊 慧娜是怕你上当受骗 所以才跑来告诉我的 受骗 什么意思啊 苏晋 我们也用不着兜圈子了 既然在你身上 已经发生了这些事情 你是想要治疗费 营养费 甚至是安慰费 都可以 只要是合理 我们能够支付的 都愿意支付 我只有一点 就是希望你离开我的儿子 不要再纠缠他 妈 您说什么呢您 你激动什么呀 不管你怀孕是真也好 你流产是假也好 这些我们都不去追究了 你就开条件吧 周月娜 你跟我妈说什么了 什么真的假的呀 我告诉您 妈 孩子没事 很健康 苏晋没流产 没流产 没有啊 这一会儿怀孕 一会儿流产的 能不能告诉我事情的真相 不是 我也是听贺民哥打电话上 周月娜 你就别瞎仓悟了行不行 妈 我非常确定地告诉您 孩子非常健康 苏晋把您的孙子保护得非常好 所以说无论为了我还是为了他 还是为了我们以后的孩子 我们已经决定了 近期举办婚礼 你还能告诉您 我是不是和你一起时 都会让我们带位 你带位 你还需要 不要去 对 开心 我们的心 快点啊 一会儿 你说 一会儿 喝水 你喝水啊 和平 妈有话跟你说 你说你这个孩子啊 你让妈说你什么好呢 我还想跟您说呢 您怎么就怀疑人家是假怀孕啊 公斗戏看多了吧您 那外地女孩子想嫁进北京 什么招想不出来呀 行 那我现在跟你说清楚了吧 苏静确实怀孕了 你确定那是你的孩子 你要这么说就不合理喻了啊 妈 好好好 就算那孩子是你的 可你想到后果了吗 什么后果呀 未婚先孕 这要是传出去 我跟你爸的面子往哪儿放 所以我刚才让惠娜先走了 怕她听到不该听的话 我说你 我说你自己那是像我 你刚才有一句子 说你那个人 那你以前是什么 那你觉得还没有 有什么急 你跟我我说 我俩知了 你知道那是像在我 那我老是 因为问应该 他就像我 我们这么想要 你们俩 就是 带我 是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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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去吧 苏建 走 苏建 干吗呀 你不许去 我就喝出去 让你恨我一辈子 这桩婚事我坚决不同意 喂 你在哪儿呢 所有人都在找你呢 雨思 如果睡觉的时候突然惊醒 你会不会强迫自己继续睡着 然后把上一个梦做完整 没什么 我觉得该是结束的时候了 不是 你说什么呢 你 你在哪儿呢 喂 喂 喂 我说你溜达什么呀 溜得我头晕 我儿子找不着了我着急 你溜达就能找着了 我消消神总可以吧 你根本就围吃饭 你是 喂 你是谁呀 阿姨你好 我是雨思 你好 阿姨 贺明在家吗 我找张贺明 贺明不在 你什么事啊 是这样的阿姨 刚才苏静给我打电话 说她在医院 可是我给贺明打电话 贺明不接呀 在哪个医院 人民医院 好 你跟她说你等着 我们马上过去 走走走 走 回来回来回来 咱们都在咱们 就赶了 赶紧 秦室 晃 psche s Gary Spej 你干什么 那个 脸 好 这样 就颅 solo 快 故事 故事 段索 是有人做人 留下不能做反照 快快快快 怎么了 别紧张 我 我不想跟他 苏杰 你真的是 直接要打到肚里的孩子吗 孩子是我一个人的 跟你们没关系 你错了 这孩子是上帝 赐给你和张鹤鸣的礼物 你无论如何不能拿掉他 我是这孩子的奶奶 我不希望你打掉这个孩子 如果你执意要这么做 我告诉你 你早晚是要后悔的 你有气 不能撒在孩子身上吧 把气撒在孩子身上 这是完全不对的 走 跟我回家 快说 好 贺民呢 他怎么来了 我们打电话联系的 一直联系不上 我们也非常的着急 他 不会出什么事吧 是我不了解情况 把你跟多多在一起的照片 拿给他看了 他一看就火了 就走了 我们打电话 他一直没有人记 我们正担心 他一直想不开 再出什么事 急死了这个事 叔叔 阿姨 你们也别太担心 我大概知道他在哪儿 我去找他吧 天哪 你别是 苏靖 是这样 以前吧 你跟阿姨之间 可能多多少少有点误会 那打今儿起呢 看在孩子的份上 就一笔勾销了 这既然孩子还在啊 他也是一个生命 我们都应该尊重 事已至此我们只好面对 几个月了 一个多月了 叔叔 阿姨 其实我自己倒无所谓 但是我想给孩子一个家 那是那是 这点我们考虑到了 我们也想尽快地帮你们俩 组建家庭 而且这事越早办越好 这样过几天呢 我们一块儿到你们老家去一趟 虽然有些情况我已经了解了 但是还是要亲自去 拜望一下我们未来的亲家 也顺便商量一下婚事 尽早把它办了 你们该怎么样 那个 听贺明说了 你租的那个地方呢条件一般 所以你们尽快结婚 把你取过门 这样的话也不会委屈了 你肚子里的孩子 谢谢叔叔 阿姨 其实我身体挺好的 而且我也不是很娇气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这个孩子的 好好好 老公 这是真的吗 真的吗 你们家人就这样接纳我了 我真的特别开心 以后我可以跟你手拉着手 走在北京的大马路上 也不用堵堵藏藏了 还可以吃你妈给我做的饭对吗 媳妇怎么来得那么突然呀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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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 因为这一切都是我宝宝 他给我的 是 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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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来来 不累一天了 宝宝 我跟你说啊 其实矛盾啊 就是误用了爱的力量 我敢保证我爸妈 肯定会慢慢发现你身上的优点 而且肯定会越来越喜欢你的 我会好好努力的 对了 那个 咱们老家那儿 提亲有没有什么 什么 风俗什么的 提亲嘛 就是送彩礼啊 对了啊 从南方送给女方彩礼的时候 女方接受了 就说明我们同意这招婚事 可如果南方要是毁婚的话 我们是不会还彩礼的 也就是说 如果有一天你想毁婚了 我们不还彩礼 你放心吧 我是不会毁婚的啊 你知道男人最痛苦的事是吗 是吗 没老婆 你知道比这更痛苦的事是什么吗 送彩礼 有老婆但是跑了 知道吗 所以说 鉴于我身边有一个这么可爱 这么宝贵的老婆 我必须得准备一个大大的彩礼 才能留下你 谢谢老公 我怎么这么幸福啊